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26日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在采访中首次证实 约有24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和数量不详的海军陆战队 正在台湾秘密协助训练台部队 至少已有一年时间 长安街知事发表分析文章称 蔡英文此时主动承认美军在台协助训练 其居心险恶 意在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气氛 逼迫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表态 拜登曾在回答选民 有关若大陆攻击台湾 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问题时 两度回应说 对 我们有此承诺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美军驻扎台湾肯定是破底线的事 是引爆台海战争最危险的因素之一 美国是一个相当好战的国家 过去一百多年以来 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几乎所有大规模的战争 美国都有参加 作为世界头号霸主 假如台海发生战争后 美国袖手旁观 那将会让他的微信扫地 美国自己认为 他承受不起这样的代价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已经在外交与战略层面 基本上完成了军事介入台海局势的部署 怂恿日澳英等国介入台海局势 同时 美国对台军售 帮助台湾培训军队 以及帮助台湾制定军事战略 也是在军事协防台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美国其实过去与现在 一直在军事协防台湾 未来 一旦台海发生战争 美国不仅会继续这样做 而且一定会加大力度 台海战争一旦发生 日本是否会军事介入呢 这主要取决于日本领导层的判断 大陆武统台湾 对日本来说是一大损失 中国统一台湾 必然会对其经济 政治 军事等各个方面 造成巨大的影响 第一 经济上 台湾处在西太平洋海域的中心地带 扼日本海上生命线的要冲 海上运输安全与否 对日本而言生死攸关 第二 政治上 台湾问题关系到日本根本的地缘安全利益 大陆统一后将导致日本通过台湾 牵制大陆的阴谋落空 第三 军事上 中国统一台湾也会使得日本再想拿下台湾 变得千难万难 一系列的军事部署也将无法完成 如果台湾发生战争 日本可能采取的行动有 一是 假装保持中立 表面上受和平宪法约束 日本保持中立 不参与台海战争 背地里为台湾提供情报等外围支持 二是 借助美军参战 如果美军介入台海战争 日本自卫队按照新安保法 有出动舰机履行支援美军行动的义务 参战变得名正言顺了 三是 伪装直接参战 从美国应对两次台海危机的手段可以看出 美国前期介入台海的军事力量 基本就是第七舰队 一旦发生危机 第七舰队会在第一时间赶到台海 对大陆形成直接军事威慑 如果不能稳住局势 即使美国把全部海军战舰都调过来 也不可能打赢解放军 因为中国是近海作战 可以海陆空立体配合 部署在东南沿海的火箭军 还可以对第一二岛链内的任何敌军 进行精准打击 而美军在前方只能依靠大型战舰作战 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力量和效率都非常低 一旦美国军舰受到攻击 美国的兵力就基本难以投送出去 结合实际分析 美军不可能盲目介入台海战事 具体美军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 可以参考美日协防钓鱼岛的方案 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 打压大陆动武的战略意志 即下足解放军 美国派遣大批战舰横渡在台湾海峡 就像历次台海危机中美国所做的一样 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压中国武力收复台湾的战略意志 不过这个目标已很难实现了 并且台湾海峡只有100多公里宽 如果集结过多的军事目标 那么解放军正好可以集中歼灭 从这个层面上说 美国如果执意想在台海与中国擦枪走火 就不太可能冒险在台海集结太多的军事力量 如果集结太多军事力量 就不太可能真干 美国外交政策和防务专家 最近进行了一次兵棋推演得出的结论显示 如果中国大陆夺取台湾的东沙群岛 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好的选择来做出应对 美智库认为 这是中国大陆试图夺取台湾 控制其他岛屿的前奏 也是对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的试探 报告称 一旦中国大陆在东沙群岛建立了军事存在 并赶走了台湾军队 美国没有可靠的办法 迫使中国大陆将该岛归还给台北 经济制裁需要花太长时间才会产生效果 而且似乎无法影响中国的决策 而任何军事行动都有升级为战争的风险 这是美国和台湾都希望尽可能避免的 第二阶段 阻止解放军跨海作战 一旦美国的军事威慑不起作用 那么美国就面临一个尴尬的选择 是放弃台湾还是为台湾而战 假设美国以第七舰队为前线部队做殊死顽抗 那么解放军如何还击呢 最省力的办法就是送几颗东风导弹 解放军可以用航母杀手东风21D 攻击美国的航母和大型战舰 同时再发射几颗冲绳快递东风16 关岛杀手东风26 如此就基本可以击溃敌人的舰队 第三阶段 如果局势发展到第二阶段 那么解放军很可能会一鼓作气将台湾收回来 也就是在解放军突破美国第七舰队的封锁线后 解放军很可能会趁势登岛 当解放军成功登岛且占领后 美国又会面临一个更尴尬的选择 是放弃还是继续作战 还是假设美军继续顽抗 也就是企图从解放军手里再夺走台湾 如果这种局面发生就可能是中美的全面战争了 如今中国有了自己的导弹 战机 航母 北斗 原子弹 即使美国总统再怎么老糊涂 也不敢打这一仗 由此可见 美国可能介入台海的军事力量 基本就是第七舰队 超出这个范围 台海局势就很可能失控了 基于这个情况 解放军只需出动 东部战区的海陆空军外加火箭军 即可有效镇住美军与台军 解放军经过军改后 浓缩成了13个集团军 其中第71、72、73集团军 归属新成立的东部战区 从名称上可知 这个战区的主要任务 就是应对台海危局 东部战区的战力非常强 火箭军方面 包括一个基地和五个导弹旅 据美国的中国军力报告显示 解放军拥有大约1200枚 瞄准台湾的中短程弹道导弹 与巡航导弹 除此 上海全州的战略支援部队 还有一支网络部队 一旦爆发冲突 在网络部队率先发出攻击之后 导弹部队就会对台湾 或冲绳的ISR基础设施 发动袭击 再接着就可以实施两栖登陆 美国的防空导弹 基本无力防范大规模的导弹鱼 这不是说说 而是有具体行动 央视军事22日的报道称 海军研究院所属研究所 在某军港成功组织了一场 针对高庄式码头的水下爆炸试验 一颗水下爆炸物将试验码头完全摧毁 试验获取了大量实战条件下的爆炸毁伤数据 为战时战场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并强调 这项试验在中国数首次 本次试验可能与台湾问题有关 报道称 解放军在实施武力统一台湾时 会对台军的高雄 基隆等军港进行打击 以摧毁其海上作战能力 此外 解放军连续进行绕岛巡航 海上航渡 登陆作战 城镇巷战等科目的训练 多被认为是为统一台湾进行准备 由于美国如今认识到 航母等大型舰船 以及中国大陆附近的大型军事设施 很容易遭受攻击 因此将军力分散部署 随着港口被摧毁 美方将失去后勤支援 而严重依赖后勤支援的分布式作战 也将失败 但即使如此 中国也不会主动打第一枪 不会优先选择武力 完成祖国统一的方案 台独势力越是在美国怂恿下 肆意加大谋独挑衅 就离着触发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 有关以非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的三条红线越近 换句话说 距离验证台独成为炮灰的那一天 也就更近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